一二二秋的遊行反萊豬議題 又讓高雄市長陳其邁 在議會質詢上和藍營議員正鋒相對 應不應該讓我們高雄市的市民 吃到含有萊克多巴胺的瘦肉精 你剛剛講的沒有特別講說是牛還是豬 市長 我說豬啊 豬啊 我們有毒的美豬 你只要告訴我 有沒有應不應該就好 Yes or No 有這麼困難嗎 面對藍營議員提問該不該讓高雄市民吃到瘦肉精 陳其邁速度想轉移焦點 接下來另一位國民黨集市議員邱宇軒 要陳其邁拿出當年當立委的Gaz來 會不會很希望其實萊豬不要開放 這樣子你做起來比較輕鬆 我希望當時的陳立委的Gaz回來 對於萊豬的立場 我想對於施安的關注 我跟你立場一樣 所以你對於萊豬的那個立場還是一樣 當年的陳立委反瘦肉精 直接打臉現在的陳市長 讓議會質詢場面一度尷尬 就連對於這次史上最多人數的秋豆遊行 有什麼想法 陳其邁的回答聽起來很諷刺 陳其邁說尊重不同聲音 但民進黨執政卻是直接下假中天 而這也讓全民看到執政黨為了消滅異己 面對不同意見不予理會 甚至與人民漸行漸遠 記者高雄綜合報導 蔡政府官中天 言論自由已死 新聞自由已死 請立刻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中天電視YouTube頻道